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麦门上海观天下频道 从今天开始啊,我将看一个新的系列 就叫做炒A股赚一百万 开这个系列的目的是什么呢? 本系列将以本人股票账户进行A股石盘交易的方式 来达到赚取一百万人民币的最终目标 请注意啊,我本人绝对不招收股票会员 我不靠炒股票或招收股票会员骗会员的钱过日子 就像我做油管频道一样,仅仅是一种兴趣爱好 我也不是股神,只是一个老股民 有二十多年炒股试人经验,理论水平很不高 历史战绩也很一般 股票炒作肯定会有盈有亏 也很有可能永远达不到赚到一百万的目标 但是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奋斗的过程啊 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个风险提示 本系列所有的石盘操作 对任何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和指导 股市有风险,若是需谨慎 如果有网友看了本系列的石盘视频 去炒作A股所造成的亏损 本频道盖部负责,特资生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麦妹上海观天下频道 今天是2020年1月13号 今天收盘了 今天大盘跌了42.17点 走得不太好 早盘开始就是一个高开地走 拉起来一路往下 吃完午饭就刷不出车了 跌了40多点 60线半年线都跌破了 但是啊 而我说它这个是一个箱体 你看,它这是一个整个的箱体 对吧 每次跌到这里 年线附近或者跌破 马上收下来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iPhone999看一下 护生走连 护生走连也是你看到箱底了 对吧,我上次说了 前两天说了 这里跌一下 跌一下 又拿起来 每次就这样 没什么好可怕的 涨多了跌,跌多了涨 疫苗检测了 你看今天都是 包括中药板块 都是大英镑来了 大英镑就是刚刚开始 中药已经跌了两天了 好多中药都跌了两天了 上一线那么长的十字星 难看死了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澳台售少吃了20点 这个我昨天跑早了,今天跑就好 那说实话我还没睡那么多 你看今天12个点 对吧 11个点 昨天换过说实话换了很不成功 说到这个换过 我昨天把那个新开股割了 你看今天新开股又冲了12个点 冲割回落 买了那个电魂网络 你看电魂网络今天也给我吃个大英镑 跌了5.64 昨天涨了8个多点 今天跌了5.64 你说现在这个股票难做吧 做起来挺好做 难做起来挺难做 但是电魂网络 我绝对不会再割肉了 我就拿着 虚拟现实 网络游戏手机游戏 黄奥运会 我现在游戏板块一肚子 电魂网络套着了 套了7个点吧 电魂网络 套了6.19 那个 洛凯 对吧 昨天我那个打板的 我说第一个板 手板加突破板 必须打 打错了也打 当天开板 今天第一开地走 我也认了 你看今天就来一个一字板 是吧 挺好 那么今天一字板呢 我本来不想跑 我后来看到什么呢 湖北广电 是吧 湖北广电我也走早了 我少赚了一个板 到一个板板 这天走了 涨停走了 他又来一个 他连续两个递天 就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吧 一般这种票 强奥市票只有一个递天 不能再来两个递天了 来两个递天 都说明里面的资金分歧很大 为什么会递天呢 有人开盘就打跌停的 他不看好 他想割肉 他或者怎么样 没人借盘 就像我前几天说的是吧 前天最高的资金 隔夜就挂跌停 如果第二天有资金去托盘 自然而然会把开盘价抬高 他就赚钱了 如果高开五个点 他就赚五个点 对吧 也不会是电厅开盘 那如果没人去拖 那就是电厅了 他就割肉 然后他一割肉 人家一看 捡便宜或者带血的筹码 这里一打 地天板 第二天再来个板 对吧 第二天再来个板 那么像这天又来一个地天板 你看对吧 又来一个地天板 所以今天就不行了 湖北广店你看他这样 我是绝对不会碰的 那么湖北广店不行的 我就看这个 大家还记得我那天 云南旅游也是电厅 湖北广店也是电厅 我都买了电厅 然后 然后那个那个第二天 云南旅游 高开递走 对吧 这天电厅买的 我没电厅买 我没买到 电厅差一点点 这天我跑的 对吧 这天我跑了一半 你还记得吧 跑了一半 第二天他没有去充 来了一个充光回落 对吧 你看充光回落 我这天 我这天跑光了 跑光了呢 他这里云南旅游 然后他第二天 昨天调整了一天 十字星 今天他又起来了 我又买了啊 我在这里七块七毛几 七块七毛六 七块七毛七 现在七块六毛五 对吧 我又买了 为什么 元宇宙啊 那个龙头 原来是那个湖北广店 湖北广店 明显今天走弱不行了 那么原来他跟那个 那个湖北广店争龙头 没争成功 对吧 但是他也没大跌 他没有连续两个大英镑到这里来 没有 今天又把那个形态修复好了 那么明天看啊 814过了 那就是 替代湖北广店 接住那个龙头的位置 对吧 814啊 接住龙头位置 我买了不多 我当时没钱啊 我就把什么东西抛了呢 我把洛凯股 抛了一千一百 抛了一半 我这个我真不舍得抛 我就抛一半 还留一千股 两千一半股 昨天升交了 那么我就在七块七毛七买了 明天看 明天看他会 早上会不会充板 接过那个 原宇宙的大旗 不知道 那么 我再继续拿着 一点没问题 引力 这个是自权狗 电话网络今天让我吃了一个闷棍 我也没办法 那么 星会娱乐 我什么时候买的呢 我看看啊 我星会娱乐怎么会有钱呢 我把星五分出了 对对对 对吧 星五分 这个莫及啊 星五分我赚了多少钱啊 赚了一千五百块 一千五百六八 还可以啊 还赚了一千多块钱 那么 为什么太莫及了 他实在太莫及了 是吧 那么我实在无法忍受他 昨天 今天早上星五分是突破的 我也搞不懂 这种 哎呀这种 里面的资金啊 在脑子里想啥 突破了就往上干呗 怕啥呢 真是的 一帮一帮 一帮那个怂货啊 一帮怂货 你看海底河上多厉害 你看星五分我早上是吧 他冲了四个点 我在这里跑的 七块六毛九 是吧 这是七块七块六 七块六毛九 附近啊 反正赚了一个多点吧 七块五分 七块六毛五 那七块六毛五 是吧 在这里跑的 六毛五 这里是吧 他再拉一把 下来了 你说哎呀这种票 明明哎 七块 七块六毛二过了 他他妈的就 认怂了 不敢拉板 你说 这种资金就不能跟了 这种资金就要害人了 他就是小富家 他赚三十个点 他想出了 他想做差价了 那种哎 但是呢你很难判断 说实话 你跟着就套了 对吧 像我前几天买的 那么还赚点钱出来 我看样子不行 我还没等他再拉一波呢 你看 拒此心拒此心 上去又不是一口气拉到这里 他上去这里 我一看他去他妈的下来 赶紧走人 你看打到这里又拉起来 这种资金没实力 说实话 或者有实力 但是没有破例 做股票也讲究破例 油资里面也讲破例的 那些一线油资啊 顶级油资啊 首先 资金实力强 第二 他有破例啊 不管啊 那个叫做什么 投铁 不管那个大盘 暴跌100点 暴跌200点 他就拉掌停 你们泡他全接了 花一个亿两个亿 三个亿甚至 扛住 那这个是牛逼的 这种这种资金 这种油资我值得跟着 就算第二天跌停了 我也认了 对吧 人家当天没认怂啊 是吧 你看啊 今天几个强势票都不行了 圆龙亚图 烂版 昨天烂版 今天又烂版 你看今天尾盘 杀跌对吧 尾盘是几点几点钟啊 2点56 集合金价的时候 杀下来 后背广帝不说了 是吧 后背广帝不说了 你看是瀑布了 那个脆威也是这样 新武风出来的钱 新武风出来的钱 我买了新回娱乐 这里这包 拉起来回答我买的 上去我追 对吧 就套在这里 拉了一包没起来 下去了 我也没办法 4块4买的 他4块2毛 他一个多点 但是呢 但是为什么呢 他这个位置还可以啊 他这个是 这天涨的20厘米 对吧 你看一口气 一口气啊 这种就是 有实力 有破裂的油脂 是吧 你看第二天高开 8个点往下一杀 第三天又拉 对吧 第三天尾盘又拉起 15个点 15个点 这天低开 昨天又打 对吧 昨天又打 昨天又打 那么两天 调整了两天 我这样4块4 这里 这里买的 4块4 对吧 我一点不怕啊 明天估计有的 这个会让我赚钱 是吧 明天这里 5块04能不能过 我不知道 我希望他过啊 我希望今天其实涨停 5块09啊 我是算过的 他涨停5块09 就能突破了 但是他没拉 当时我有两个选择啊 当时我买新辉娱乐的时候啊 都是那个娱乐板块 都是做那个游戏的 我是在这里买的 10.02 那么 城市电子在这里 也涨了8个点 对吧 涨了8个点 10.02 10.02 这里 哎呀我想了想 因为我前两天城市电子 我买过啊 你还记得吧 我这里跑的 我是 我是这里买 对吧 我自己跑的 那 我想 刚 下来 一般不会 再拿个板了 然后呢 这里又是前期套了牌 时间很近了 7月份 我想了想去 那么我就 我还是买一个这个 幸亏娱乐 也没什么吵过 下来 第二波没起来 对吧 那么 然后呢 当时是 那个已经涨了8个多点 这个才涨了 当时才三个多点 三四个点 涨幅也小 都是那个300的 都是创业版的 然后你看他不争气 我后来我再一看 他盘子大了一点 七个多亿 但是他价钱便宜 价钱才四块多 那个要二十几块了 你看那个要二十四块了 这个不好说 十四电子那个市值多少 四十八个亿 那五十二个亿 那差四个亿 四十差不多 反正拿着吧 好吧 今天又让我亏钱了 没办法 明天希望 新会娱乐或者 新会娱乐或者电话网络 给我来个惊喜 明天旅游 明天我也买的不多 明天旅游 两千一百股 是吧 落开还是一千一百股 是吧 那么 今天账户又亏了 没办法 好吧 塞账户其他我也不开了 今天心情不太好 二十四八七四 二十四八七四 减掉 首天的 二五二零二二 二五二零二二 好 今天账户亏了七千一百四十八 除以 二五二零二二 账户今天亏了 百分之二点八四 那么再算一下累积涨幅 累积赏户是二四四八七四 二四四八七四 减掉二零三四一六 除以二零三四一六 累积赏户百分之二十点四 好吧 那就这样